台東警察分局24號辦理的4月份 勤務前教育會報 會中邀請縣長黃劍廷頒發 包括偵查隊長許建坤等 偵破刑案及為民服務機歐員警 建業裡巡守隊長陳慶龍等 民防協情名利 嚇阻詐騙案件的全家超商副店長 為警察同仁加冕 很榮幸能夠為這次的 我們的聯合勤務的這個匯報 來頒獎 給表現幾乎的同仁 還有我們邪情的名利 真的好 警察很辛苦 這個勤務是上山下海 真的無所不包 可是我們台東的同仁 都可以非常認真的 在自己的黨派上面 有非常好的表現 我一方面要感謝大家 也真的是以大家為榮 市場比台東的 他也不是分 但是縣長 帶一多分局 花不少錢 要一多 一多可以做很多事 那保上他的時候 也變了三千多萬塊 那真正的 對我們公平補情的專備 對縣長都非常的支持 事實上 財主都被通知滿備的人 是縣長排除不難 他說 只要警察的專備需要 他一定有支持 縣長在會中指出 現在社會多元化 也有可能會有不少的 陳情抗議事件發生 遠景有多扮演維持秩序 以及溝通協調的工作 勤務非常吃重 也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未來縣府會繼續努力 營造台東成為國內外人士 最喜歡來到的友善城市 我知道各位在角色的賣點上面常常 一方面我們是要服務民眾 可是一方面常常又要去取義 不妨違規的 那 在有些狀況 這個兩邊有衝撲 或者是有衝撞的時候 又是我們要去當中間 當那個人強去處理 所以真的這樣的辛勞 我想特別這次在 在整個血印的事情上面 我想圈過的同胞都看到 警察會平常的付出 就是 大家 我相信都很受到的看到 東南新聞 范耀玲 台東市長榮報導